台湾第一名模 志玲姐姐 特别是为了要来做这个义卖 代言了网站的公益 要来做这个义卖阅历 从选址啊 拍照啊 照色等等 都非常精心准备 现在准备了两万套要来卖 不过进步的被眼尖的民众给抓包了 说是有很多日期 在英文的部分也都标错 例如上是母亲节 五月的第二个星期天 不过却标成了在星期六 哈喽 我是志玲 2010年就要到了 希望在2010年的每天 都和大家一起分享 快乐幸福的感觉 冒着大风雪到英国伦敦 林志玲拍摄月历 为网站意卖美美入境 从打样到设计全部亲力亲为 不过曾经在加拿大留学过的志玲姐姐 却被眼尖的民众抓包 在12个月当中 一共有三个月份的英文标错了 林志玲亲笔写下 1月1号元旦是New Year's Eve 不过元旦却标成了New Year's Eve 新年除夕应该是12月31号才对 隔了一个月 2月份林志玲把2月13写成了Chinese New Year 但13号是除夕夜 14号才是正式的农历新年 而5月的第二个礼拜天是母亲节 月历上标成是8号 但仔细看礼拜天是9号才对 工作上出球 但是林志玲拍完电影之后 一直和周杰伦传出暧昧 两个人在5号凌晨半夜优惠 周杰伦为了掩人耳目 改开方文山的车站林志玲 为了躲媒体 周杰伦还抠来大批的朋友掩护 是不是为戏宣传感情延伸戏外 但是双方的经纪公司都不愿回应 周旋 刘家伟 罗派与台北采访报道